因为爱情 选择你的人生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杨乐 欢迎收看因为爱情 首先来欢迎我们的嘉宾老师 小春老师 邱云老师 欢迎两位 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请出 今天七位可爱的单身公主 林毅 23岁 国歌公司精女助理 李欣 21岁 幼儿园音语老师 许盈 25岁 奢侈品销售 吴冲林 26岁 外资运营主管 董陈丽 28岁 广告客户执行 许以金 23岁 平面模特 有请今天第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李元杰 我来自上海 今天二十五岁 我是一名会计师 很高兴来到因为爱情的舞台 欢迎你 李元杰 你好 主持人 我看你也没有手握手了 这是我为你嘉宾带的小礼物 这个太特别了 这是绿色之物 好 那么请送过去吧 好 一般送女孩子花呢 都是送玫瑰花 百合花 送带刺的仙人掌 第一回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公司里面呢 都会放这种花 然后来就是吸辐射 防辐射 对的 小陈老师 我也有辐射 我身边有很多辐射 在这个地方也有辐射 小陈老师经历了几十年的辐射了 小陈老师辐射是好的 你看 一种这么光鲜亮的 谢谢 谢谢 本来是这样想的 但凡送礼没有送到我们这位上的 我们就说好了 再也不为她说好话 真的吗 我们不帮男主角说好话 但我们要说真话 那男主角你信不希望 以后的女主角像仙人掌一样 我希望她们像仙人掌一样 永远挺适的 不对 我觉得你希望她们像仙人掌一样 不用照顾就可以活得好 你这真的是 又没说真话 又没说好话 邱老师 来 五号李星 别的小姑娘都是那种仙人掌 我就一个球光秃秃的 好难看 你是对最盆不满意对吧 来解释一下 最简单因为最好养 那你的意思是我看上去很好养吗 我觉得你比较温柔 温柔女孩子都比较好养 可是我觉得仙人掌是那种 看上去比较仙人的动物 我是生物 它是一个植物李星 植物 对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我跟她不太像了 现在的女生真难弄 收了礼物还要拖三拣四对不对 对啊 搞得我真的非常不好意思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你的心意我相信她们都看得到啊 那你究竟喜欢的是哪一种类型的女孩呢 先把号码牌给我 好 原来是她 我们还是真的是没看出来啊 隐藏的够深的 来 先通过第一段短片了解一下 大家好 我叫李元杰 今年25岁 我来自上海 目前我是一名注册会计师 我会成为朋友的倾诉对象 他们一般有什么问题都会向我倾诉 但是在有一点 让我朋友比较头疼 就是我有选择恐惧症 比如说我去买衣服 选好款型之后 我对衣服的颜色仔细琢磨 可能会挑一个小时 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买 我是一个脾气比较急躁的人 尤其和女孩子相处的时候 比如吵架了 我不会主动说对不起 如果可以删除一样东西的话 我希望把我这急躁的毛病 给删除了 二号许英有话要说 男嘉宾 今天我又一次回到英文爱情的舞台上 我给大家都准备了蛋糕 因为你也送了我花 所以我也想请你吃蛋糕 然后我有很多品种 你选一下好不好 因为你有选的 他刚才都没有让你选 就给了你那个 长得很野蛮的那个 对吧 我觉得非常合适 当然我是这样觉得了 但你为什么会让他选呢 我想测试一下 对 五块蛋糕 让他来选 不同的品种 你会选哪一块呢 选蛋糕 你先帮我讲一下 都什么口味吧 不要了 一个蛋糕呀 就选一下嘛 好了 但是很有口味啊 那个绿的嘛 是菜清醇口味的 好 那这个可以 我们给个时间好吧 倒数五四三一 你就把蛋糕选好 好吧 你不是要删除吗 这样子啊 那我觉得如果蛋糕 挑不好的话 就是吃的话 反正你吃下去 你就随便挑一块 准备开始 五四三二一 那么我选这一块吧 选这个菜清醇口味 因为你给他取了名字吗 其实人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是未知的东西 所以为什么他刚才选的是 乐乐给他取了一个 绰号的那一块绿色蛋糕 所以他是已知的 其他的他就不选 所以他相对这块比较熟悉 他就比较熟悉菜清醇 菜清醇 不是很难生活在一块啊 每天要选择的东西那么多 可是我一旦选定了 就不会再轻易地去改变 就要选择女孩子的话 我一旦选定了就也不会 选择就不后悔是不是 对 我觉得他不会选择 就是这女孩自己站出来说 我叫菜清醇就选我吧 我觉得一定是这种 我觉得绝对是的 因为他前面的吧 肯定要选择好长好长好长时间 他要一个女孩 是说一不二的女孩 比如像二号箱子 对 二号许盈 刚才他的选择过程 让你满意吗 真的还是不是很满意 我觉得你是一万 看来他说这个话 不是很直帅的女孩 他的整个过程就是 没有什么选择 也没法判定 不正适合你吗 因为你就是要做主的人啊 我的做主就是 五块蛋糕对不对 全我的 我买一副不挑的 全部买下来 像他筷子 我可能说你花钱 没有什么预算了 那你也蛮难养的 不是 重点是 我觉得他会选择好一点 你觉得吧 这个这个长得太野蛮的 有点难搞 这个次比较多 对对对 次比较多 不过我们选完蛋糕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忘了对许盈 做一件事情 欢迎你回归 好吗 来 我们接下来增进了解 三十秒快问快答 大屏幕滚动 有请一号 二号 六号 有请三位 男嘉宾你好 我想问一下 你做筷子的话 你的上班时间是怎么样的 有时候会加班到很晚 做省计这一块工作的话 那你会不介意 女朋友加班很晚的 这我不介意 因为很有可能 我和她很久都会见不到 你有那种选择恐惧症吗 那你会不会纠结 今天见不见 就会纠结 所以我可能会让她做自己 那如果要和女朋友 牵手的话 你会牵左手还是右手 右手 因为我习惯右手 因为我想问你 你喜欢在家里面看电影 还是在外面看电影 好的片子适合在外面看 那就要在外面看 不好的片子 那就在家里看 因为省钱 谢谢 就是说你有选择恐惧症的 就是说你适合找那种姑娘 相对来说是 可以帮你做选择 但是你说你脾气又不好 那就是说 这两者不是矛盾的吗 我觉得我是一个 比较讲道理的人 如果是道理 在我这边的话 那我肯定是 不会有半点犹豫的 选择恐惧症 主要针对是 无关痛痒的事情 就比如说 是哪一块带高 或者是今天见或不见 这种小事情 那你错了 你会承认错误吗 当然会 如果是真的是我错 我肯定会 但是之前肯定会有 辩论的过程 好吧 小李刚才说出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选择恐惧症 往往只针对一些 无关痛痒的事情 是这样吗 对 没错 能够做到吗 这个我还是蛮直疑的 我觉得不可能 对 因为我觉得 毕竟还是你自己决定 这件东西是无关痛痒 还是重大的 那这又是一个选择的 这个本身就是要做决定的事情 对 真的不会纠结吗 我们想看看 好不好 对对对 现场的女孩 我们来尝试约她一下 看看她会不会纠结 就是说最近上海有新开一个鬼屋 然后我想跟你一起去密室逃生 可以吗 就我们两个人吗 你想要几个人呢 你也是 两个人最好 谈恋爱 你会有一群 你会有一群 你有什么问题 李欣的邀请是约你去密室逃生 你已经有这么多问题了 对吧 那如果再有一个女孩 情况会复杂化吗 还有谁 我想约你和我一起去看货币特人2 然后我请客您摆单 好 约的是李欣同一天吗 对的 我是和李欣同一天 而且是同一个时间点 OK 再来一个 然后呢 我约你 我也是同一个时间点 但是我约你不要请了 我们看烟花 一号董陈丽 五号李欣 三号林异 你会怎么选 我可能会 自己抽签吧 抽签 抽签不是谁 我觉得抽签这个答案很欠抽 你为什么要把这个 欠抽 好反转的剧情 对啊 让命运之神来决定 你可以主观决定 而且被抽签那个人会开心吗 董陈丽 恭喜你在本次抽签中胜出 你今天的宠爱公主 是抽签抽出来的吗 问得好 小沈老师 这是我直接选出来的 还是有选择的意思 所以你做得到的 你能选择呀 我觉得 说到现在啊 我们都在聊他的选择恐惧症 但是听他自我介绍说 他有一项性格是最想删除的 是关于他的暴脾气 孙老师难道你没有吗 你肯定有自己想删除自己一些什么吧 比如说过去交那些女朋友啊 我失忆了 小沈老师 你有什么想删除的吗 我想删除20岁 这个大家都想删除 那女孩们也是会想删除自己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吗 有这样的感觉吗 有 也有吗 有 我想把我的完美删除一下 我觉得你真的很不适合这个舞台 你是要对我被碰吗 我送了一个 好 七号徐晴 你这性格当想删除什么 脾气挺火爆 到什么程度 就是作为穿妹子 遇到一点小事情可能就会大吼大叫的什么的 所以想把自己的坏脾气删除 五号李欣 就是想删除性格中一点那种被动的情绪 就是说如果我很喜欢一个人 然后他又不主动来找我 我就一辈子都不会主动找他 我就是那种性格 我明白了 你就是要站出来当那个蔡青虫口味 一定要这样子 因为就是有一些男人不会来找你 因为他们有选择恐惧症 所以这么多人都说出自己性格当中想删除的一面 你觉得他们都应该删除吗 你不觉得正是有这些要删除的部分 他们才是他们 你才是你吗 可是我比较想 因为我有我自己的标准 我比较想达到自己的标准 我希望你一般可以和我共同进步 两位老师 像他这样的男生 给一点建议适合什么样类型的女生 学伴型的女生 他对自己蛮严苛的 对对方也蛮严苛的 那他希望对方能够享受这个严苛的过止 他这样一说 基本上没人愿意享受严苛 你会觉得你是帮人家还是毁人家 你帮一下吧 他其实是在选择之前 在没有决定之前 他有选择恐惧症 然后决定了以后 他是一头下去 不会再有犹豫 所以呢 不要因为他有选择恐惧症 你们就不选他 但是我要跟你说一下 工作已经很严苛了 在生活当中 应该放松再放松 好 接下来我们就最终选择 请思考 请选择 三号灵异为你亮着灯 非著名企业家 今玩坏了六辆车 恋爱理论 机器千层浪 我相信99%的男人 这辈子不可能只爱一个人 全场都同意这个观点 事实可能就是这样子 我很怕 像你上一个女朋友一样 精彩稍后继续 每天我用高效技术 修护秀发 全新巴黎欧莱雅多效修复 损伤复原系列 创新微胶原精华加乳酸 深入层层发丝 修护直达发心 巩固受损发质结构 修护五大严重受损 对抗肝硬 脆裂 枯损 粗糙 分叉 五大严重受损 一个对策 全新欧莱雅多效修复 损伤复原系列 超前技术 卓越效果 每一天 您值得拥有 必胜客全新工作日 特惠午餐 20款主食选择 搭配新鲜沙拉 配汤或饮料 三道美食 丰富组合随心配 哇 我们每人才29元 我什么都要好的 好的导演 好的剧本 对肌肤也一样 针对八大部位 我一直用欧莱雅复原 现在挚爱的 变得更好了 升级添加鸡血草凝脆 弹回紧致 简单皱纹 就像装了小弹簧 弹弹弹 八大部位 更显年轻 欧莱雅复原抗皱紧致系列 你的肌肤也值得拥有 外勤小资男 我每天喝的茶都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小资也是给小部分人享受的 性格测试 糟吵 我觉得话有可能多了吧 我们全场面下灯好了 完美型男 大揭秘 我还喜欢他呢 我觉得他长得好帅啊 巴黎后阳光乐天男 不高度帅 还有生意自己做老板 前女友婚礼 饮热议 我肯定就像他前女友一样 所有人都会像看侯一样看 留学型男 往这一站的一刹那 我就想到那个 进行收看 本周日晚八点 因为爱情 疯狂心跳 明星大逃亡 本周来到位于黄浦区的都市中心型 多功能购物中心 抵美购物广场 进行紧张刺激的地下狂奔 五 四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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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长寿合出来 重量升级 一日三饮 营养三倍 我确定 比茶 水 咖啡还要好吗 还要好 一日健康三饮 让你意想不到 经典的舞区 约会的谣言 上当上了好多年啊 自制饮品 剩钱 营养 讲究多 厨余残商 便会违法 四季 您的味蕾 本米糟的包装 是个女王 在你组后 周日晚九点 欣赏X诊所 与您不见不散 三号灵异 比较好 做个女王 三号灵异 为你亮着灯 对下亮灯理喲 她虽然有那个 呃 选择性的障碍症 但是其实我觉得 她这个人还是蛮理性的 找这样子的男生做男朋友 以后调教一下 应该会变成一个好丈夫的 调教一下 对 所以四号灵 妈妈 灵异 你们商量三十秒 一会儿告诉我们你们最终的决定 好 时间到 请决定 那么现在十四盏灯都灭掉了 希望今天我们现场的这个经历 能让你有社会 希望老师的话 建议也让你有所成长 好不好 祝你幸福 再见 一开始我选择心动女泡号 但是没有想到 在第一段VCR后 他竟然给我送了蛋糕 虽然在我最终会乱 但是我第二号的东西就在很久 请下一位男嘉宾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第二期见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叫陈彦均 来自江苏 今年二十五岁 欢迎你陈彦均 你好 你好 是我直言啊 你也二十五 刚才那个男嘉宾也二十五 怎么感觉你比他大挺多的 对 我这些少年老子 而且你上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说书开始了 魏晨呢 我想要我坑你 但是我心有力的 对 你说我怎样了 懂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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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 应该是吧 好 给我你的城外公主哈马牌 嗯 哎呦 不好意思 呦呦 这绝对是故意的啊 是 上海房地产 不不不 这不是我的名片 这是要卖你房子的名片 是我刚才我来到这个现场 我特别激动 你知道吗 我这一动把手一软 我这软硬都感觉不出来了 但那名片不是要买房子的 那个销售的名片 不 我已经有房子了 啊 你看 信息量还挺大 好 他喜欢的是他 接下来我们通过第一段短片 来了解一下陈妍军 大家好 我叫陈妍军 今年二十五岁 我现在在上海经营一家传媒公司 制作一些电影 电视剧 广告的一些拍摄和投资 当然这个公司呢 目前是在上海 我还打算在北京开一家 我会把这两地融会贯通 我相信我肯定是 即将成功的未成为企业家 我平时生活当中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 唯独就是喜欢在家里边宅着 喜欢玩那种老式的 那种插卡的那种游戏机 什么四合一 三百六十合一 有一百六十重复的那种 当然除了这些呢 我平时还在家里边喝茶 我喜欢的就是大红袍 红茶是我的最爱 当然除了这些呢 我还喜欢玩车 这也是我喜欢的之一 到现在陆陆续续 一共换了六辆车 我的车平均一年 要换两次的变速箱 那些车几乎全报废了 我在这里给大家 透露一个小秘密 我在国内外 有很多的干儿子干女们 因为我之间是做国际贸易的 就是我的生意伙伴的孩子 也特别喜欢我 当然我也特别喜欢孩子 所以他们就认我做干亲 就我非常高兴 25岁已经开了一家 在近乎两地都有业务的 成熟的饮食公司 然后已经玩坏了辆车 我们来看看大家 对你有什么问题 七号 徐一新 你换车换这么轻 如果你有朋友之后 你会换车一样 那么急吗 车病是我喜欢的一种运动 而女朋友是我的 下半辈子的一个 终身伴侣一种幸福 这个两者意义不同 所以说不能在一块相提并论 你担心吗 我不担心 那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因为一个人的性格 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有些东西我觉得是相通的 它是为什么要玩 我这话我得说一句了 每个人对每个事物的看法 是绝对不一样的 当然我开车 我就是要玩车 是有种玩的快感 你觉得谈恋爱有种快感 对 谈恋爱的人是智商最低的 他叫黑 所以这就能表达出 恋爱中的人是多么的快乐 不好意思 你成功的把续心说晕了 对 接下来我们增进了解 30秒快问快答 大屏幕滚动 请 有请2号 3号 7号 有请三位 男嘉宾你不喜欢被老板管 那你喜不喜欢被女朋友管 我喜欢 喜欢哪种类型的女生 我喜欢比较野蛮那种 比如说我开车 坐在副驾的时候 我这个人有怒怒症 你愿意坐在我的副驾 听着我一路唠叨吗 可以 但是你要允许我把脚干 完全没问题 男嘉宾如果是女后者 你会不会 对男子主义呢 就是要尊重的看法 而不尊重他呢 我以为我说 我认识有男子主义的 或者脚症吗 都没有 好 谢谢 你喜欢浪漫吗 我喜欢 你觉得开车 载着我 载着你喜欢的女孩 你觉得浪漫吗 我觉得再加一点 比较温柔的音乐 那更浪漫 如果说你是一个游泳冠军 当我是你的男朋友 和你爸爸同时掉入合中 你先救谁 你这不是在为难 那你啊 没事别考虑 你直接说 我会救我爸爸 谢谢 两个大老爷们 掉游泳池里头了 叫那么瘦弱的一个小姑娘 来救他们俩 还特别计较救谁 这问题 你想问出什么答案 不知道在这儿当不当说 她的答案 就是我要的答案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做人孝费一些 我告诉你一个最好的办法 千万别碰水 别游泳 对吧 以后不要再问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很愚蠢的问题 非常愚蠢的问题 这不是好的答案 干嘛要发生这种情况呢 是的 那我 要是我做女嘉宾就说 我选一个会游泳的人 不过这点老师 我可能和你不太一致 我没有要求你跟我一致 你交给女嘉宾一致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问题真的是很愚蠢 我觉得小正老师 这是你喜欢的类型 对 因为你之前说 你喜欢野蛮类型的 我觉得小正老师 是不是这种类型 应该是吧 对 而且你之前说 你自己特别喜欢被女朋友管 你就不选这样的老不管 你觉得这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我觉得是一种幸福 我觉得这个是 还没有结婚的人讲的话 可能是这样 一个被管了很多年的人的心声 可能我结完婚之后 也会像老师一样 笑着跟别人说 这样说 但是你说他跟史莹的对话 特别有意思 他说我有陆怒症 你能接受吗 史莹说特别好 我要把脚架的年轻 这边就来前面 对 我觉得男主角其实 跟现场很多女嘉宾 应该都可以配得起来 很多吗 我觉得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第一眼对她的印象是说 她超乎年龄的成熟 可是其实我分析她 我觉得她特别向往单纯 因为可能工作上 她要做很多复杂的决策 或者她成长过程当中 她被被迫加速成长 所以她很渴望能够重温童年 然后为什么她有那么多干儿子干女儿 因为她跟小孩子相处的时候 她可以把自己放下 所以小孩子也特别喜欢跟她相处 哇 膜拜膜拜 是这样的 真是这样的 我觉得你这么喜欢小孩 你应该很渴望马上结婚是小孩吧 没有没有 不是那种非常非常爱的那种劲儿 对 因为现在还是我觉得今年二十五岁嘛 事业为重 她的喜欢小孩就等于喜欢人家家里的一个小狗狗 那个小狗好可爱 她可以跟人家去玩 但自己家养狗不行 可以这么理解 对 可以这么理解 就这个感觉是这样的 是的 是的 但是她在二十五嘛 就是情感这一方面 然后人生计划理性思考的 可能再往后排一排 对对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短片 请看大屏幕 当然我对感情方面也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 一段是我恨别人 一段是我恨我自己 我先说一下我恨别人这一段 就是我之前在老家谈过一个女朋友 有一点叫声惯扬 就因为这些呢 我和她很多次争吵 有一次我和她吵架的这个过程中 还没有结束 她的爸爸妈妈呢 让她打电话约我到了一个地方 谁知道她家里边叫了六七个人 把我带到了一个巷子里边打了一顿 我当时就不知所措了 我想这段感情 既然发展到这种定步的情况下 那不要也罢了 下边呢 我就说一下 我恨我自己的这段感情 那个时候呢 发生是在我高中的时候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来到了上海大学 上大学的时候 喜欢上了别人 就把这一段的感情给割舍了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 你看到了这段 肯定觉得我是一个多情的人 烂情的人 但是我敢说这样一句话 这个世界上99.9%的男人 这辈子不可能只爱你一个人 末了这个结论是 世界上99.9%的人都不可能 喜欢一个人 对 你吓着我了 这是一时机器 天层浪 真的是吓着我了 先从我们嘉宾老师这里 唯一一个男的说起 我跟你说我的心思 完全不在做节目上面了 家里发生了什么 怎么办 她说中枪了 我来说吧 你说有点为难的 谢谢孝山老师 孝山老师 你说这是真的吗 她肯定有喜欢的人 真的有 真的有 你成了那么快 我儿子 这个 她其实到目前为止 还是有心里喜欢的人 但是因为她面对老婆 面对儿子 所以她只是放在心里而已 这件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我们不给她解释的机会 好女孩们 你们觉得 男嘉宾说的99%的男人 都不可能喜欢一个人 你们同意这样的观点吗 觉得这个概念是 对的情举高 全场都同意这个观点 包括所有的妈妈们 都同意这个观点 全场唯一一个 持不同观点的是 七号许与欣 对 我觉得 喜欢和爱 是分得很清楚的 就是你可以喜欢 很多朋友 就是但是你是 在心里的那个位置 就是永远是不可能 更改爱那个位置 七号女嘉宾 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谈过 你以前爱过别人吗 没有 我觉得那时候我谈的时候 我觉得不懂爱 我觉得别人对我好 就是就喜欢 我就 我就该去喜欢别人 就是每个人对爱的定义 是不一样的 那么到底是不是 结婚之后 还会喜欢别人呢 我觉得现场 只有一个人可以问了 我终于可以说了 是吧 我觉得 外面的花花世界那么多 当然会有很多 可爱的女人 你会去喜欢 你会去爱 但是我觉得你要检讨一下 作为男人 就是为什么 女朋友跟你交往的时候 结婚之前那么可爱 你那么爱她 为什么结婚之后 你会发现别人更可爱 所以重点不在说 外面有可爱的人 有多少 因为太多了 重点是 你能不能 透过你的努力 透过你的爱情 让你身边的那个女人 变得更可爱 我觉得 你就不会迷惑了 明白了 他说的是另外一个课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 他包罗万象 对的 问题是 他是避重就轻了 其实他的意思说 在结婚以后 家里的女的变成黄脸婆了 然后看到外面 如花似玉的女孩 她还是会喜欢的 但是他就想 为什么我们家 原来一个如花似玉的人 变成黄脸婆呢 他就检讨 这不着边际的 这不是的 真的不是的 你是不能接受 黄脸婆这个结论吗 小春老师 也不是 自从还没抽 我嘴巴里面说出来 太太其实意思是说 她还是有看到别的女孩心动的 但是她克制住我就是这个意思 很简单的一个说法 但这个现象刚才大家都觉得是正常的 我是想帮你解决这个困惑或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没有这个困惑 你还没结婚 还没孩子呢 我羡慕你 我羡慕你 我告诉你 你以后一定会有这个困惑 你这么说 我跟你说 这台上女家民都下不去 我都不敢牵手了 她真的有人喜欢的 我觉得把这个作为一个观点 而且是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好像不应该 但是呢 我觉得事实可能就是这样子的 结婚之后也有喜欢的人 但是因为结婚了 因为要对家庭负责 有一个责任性的男人 就可以把这个喜欢埋在心里 让她烟消云散 是这样子 是的 不能把这个作为理由 作为自己花心的理由 接下来我们就最终选择 让我们两个女儿们请思考 请选择 结果出来了吗 请问三号林妈妈 三号林一为什么要没登 就是我刚刚其实也有说 就是她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人 就是我这个人 因为也是比较有主见的人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在一起 肯定会产生分歧 好 那现在六号 吴妈妈跟吴重林之间 和三号林妈妈跟林一之间 都有意见分歧 我们给她们三十秒钟 请讨论 请决定 这次母亲选择了听女儿的意见 还是灭灯了 那现在十四盏灯都灭掉了 你还要不要坚持追求 你当初选择的宠爱公主 我坚持 坚持 那你就大声地告诉大家 她是 七号 尤其七号 徐雨昕 你好 你好 我非常高兴 来到这个舞台遇到你 当然遇到你 我应该 我现在不知所措 我因为你灭灯了 我想能否先问你一下 你为什么把这个灯给灭了 因为我觉得我们 对爱情的理解 还有 我觉得不相同 那你把你的爱情理解 能否说一下 我觉得 爱就是两个人一起成长 然后 不管未来的路 你别哭 你不叫病 不管那未来的路有多坎坷 他们都可以手紧着手 一起 一起走过 不会因为中途 有别人 而一亲别恋 你第二段感情 是因为喜欢伤了别人 然后 抛弃了 跟你之前在一起的 那个女孩 因为我想到了 自己的感情 自己也是 有过 这样 这样一段感情 所以我觉得 那个女孩 一定会很难过 很难过 你那么轻易地 就因为 另外一个人的出现 松开了她的手 我很怕 像以前一样 像上次一样 像你上一个女朋友一样 烤鱼小王子 你说话一直这么慢 反应却不慢 邱老师您说话 还要拉一个垫背的 短信恋爱 有绝招 带你去吃好吃的 邱老师猛烈的点头 神谢温柔香 宝宝 要不要带你去吃饭 是傻掉吗 请问 广告之后 精彩继续 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但还是想念 家乡的味道 肯德基特制藤椒麻香吃 藤椒麻香双层鸡腿宝 给你回味悠长的家乡味 肯德基藤椒系列 巴黎卡什神仙精油 专业发型师致爱 非凡护发油 凝聚多种珍稀植物精脆 巴黎卡什神仙精油 顺滑 滋养 强韧 绣发丝滑闪耀 纯然至美 绽放独木光彩 全球高等美发沙龙销售 即刻搜索巴黎卡什 尊享奢华四重礼 不管他怎么突发奇想 我都能给他更好的保护 滴怒有效杀菌 温和不刺激 随时随地致力守护健康 滴怒消毒液 外勤小资男 我每天喝的茶都是不一样的 我什么酒啊 我觉得小资也是给小部分人享受的 性格测试遭吐槽 我觉得话有可能多了吧 我们全场面下灯好了 完美型男大揭秘 我还喜欢他的 我觉得他长得好笑 好帅啊 巴黎后 阳光乐天男 这么高是帅 还有生意你自己做老板 前女友婚礼 尹热议 我肯定就像他前女友一样 所有人都会像他侯一样看 留学型男 网上一站的一刹那 我就想到那个 进行收看本周日晚八点 因为爱情 疯狂心跳 明星大逃亡 本周来到位于 黄埔区的都市中心情 多功能购物中心 以美购物广场 进行紧张刺激的地下狂奔 进行紧张刺激的地下狂奔 美容 上品 乐活 登陆星魔灯网 时尚经典 潮流前沿 订阅星魔灯微信 穿搭指南 美妆攻略 星魔灯 时尚我左右 健康长寿合注来 中午房升级 一日三饮 营养三倍 别茶 水 咖啡还要好吗 还要好 一日健康三饮 让你意想不动 经典的舞区 绝对的谣言 上了好多年了 自制饮品 剩前营养 讲究多 处理残商 便会违法 四季您的味蕾 三米糕的号 就是四米糕 在你主号周日晚九点 新上X诊所 日临不见不散 我很怕 像以前一样 像上次一样 像你上一个女朋友一样 那 根据你所说的 我能否可以理解 如果说我不提到 第二个感情来上海 而制止 而导致分手的情况下 你是为我留着灯的 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我除了这一点 还有其他的一些缺点吗 如果说没有的话 我给你解释一下好吗 如果我第二次拒绝你 你会怎么样 你第二次拒绝我的话 我会再来到这个舞台上第二次 因为你刚才说的也很对 这个是一个女孩子应该考虑的问题 当然我承认那个时候 我确实因为来到了上海 受到了一些社会环境 生活的一些环境的影响 而对不起了一个曾经的一个女孩 这一点我非常非常地抱歉 但是那个时候必定年少辛苦 想的东西特别少 更没有说责任心之谈 但是我现在不一样了 我现在我拥有了很多的东西 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一个男人 应该做什么 责任心是什么 我现在都明白了 当然可能以后会更成熟 肯定不会偏离你的轨道 我想咱们的想法应该是很相像的 我现在来到这个舞台上 我可以告诉全国所有的人民 我选择了你 全国的人们来监督我 是不是还是会 就像我说的那样 你为什么会选择我呢 你用什么来选择我呢 其实我在 刚才已经听了你 对你自己的介绍 你跟上一轮的男嘉宾说的 你是一个野蛮型的 你是一个穿背的 你是很有脾气的人 咱俩是性格挺搭的 我平时也是一个挺绵羊的那种男孩 有你的闹腾 会让我的生活更热闹 我现在虽然 有一个卧居 有一个小破车 但是我敢保证 我有一颗陪你到老的心 我上一秒 特别想拒绝你 但是 现在 我想给你一次机会 不为爱情 不爱情已飞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不为爱情 简单地生存 不愿随身又以为 真的我们再一次找什么东西 这可能是在我们现在舞台上最长的一段表白和交流 但是我们所有人都并且宁神地一起默默为你们祝福 我觉得你们双方都是特别认真的对待彼此 这是我们这个舞台上最愿意看到的爱情的发生 我很多话 但是我只想 女众心常地跟女孩说一句话 男孩说一句话 我要奉劝女孩们 不要去相信一个从未屈服在诱惑之下的男人 我也要告诉男孩 不要因为你曾经屈服于诱惑 就把它当成借口 谢谢老师 今天女孩 她的陈述当中有一个破点 我觉得男生充分抓住了这次机会 她问说 如果我今天拒绝你 你会怎样 真的要拒绝你的人 是不会关心你怎么样的 所以恭喜你抓住了这个机会 成功了 等你们的好消息 虽然我们很喜欢你们 但是不想在这个舞台上 再见你们第二次了 祝福你们 我看到女嘉宾灭灯的时候 我当时就一直看着她 但是我发现她也没有亮灯的意思 后来我就急了 然后我心里边就跟自己说 我一定要追到她 直到四肠烂打到手为止 我们以后会一直走下去会很幸福 站在那里就觉得抱着一颗很忐忑的心 因为自己并不是很想上去 然后因为挺怕的 这次前首就是心里蛮紧张 想到自己之前那段感情不是很如意 然后后来被男嘉宾的真诚 还有她的坚持感动了 我觉得人都需要一次机会 我就想通过这次机会 能跟她多接触一下 看看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如果要长久地走下去 我觉得还要看男嘉宾的表现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苏全新 今年二十五岁来自福建县门 现在在上海经营着一家烤鱼店 欢迎苏全新 谢谢主持人你好 你好 你这个口音我们初老师听的 好像特别有香音的感觉 好熟悉啊 因为就是这边跟那边对不对 对 水的左边跟右边 所以很多习惯 饮食习惯 是不是都特别的相近 对 我相信吃的东西也很多很相近的 嗯 小晨老师 他说开烤鱼店的烤鱼是我最想吃的 他为什么不带来呢 带来的蛋糕什么都是我不爱吃的 对 你要跟小晨老师 虽然没有 但是有那个 怎么讲 但是有那个藕娃煎 老师知道吗 今天有带藕娃煎来 对对对 就是柯仔煎 柯仔煎 我吃过就是那个士林业势里边 那个有点鸡蛋的这种上面是吗 对对对 就这种 煎的 一般般 胡啊 还挑剔 你尝尝他们家牛肝 还是烤鱼好吃啦 对 柯仔煎在哪里啊 新手制作的 也是我第一次制作 平常呢都是小打小让 比如说做一些水果色拉 那么这这种大菜 这也算是大菜 这就是大菜啦 那么大菜 第一次做 但是可能做的比较不好 是的 看得出来 对 我可以上去看一下吗 可以 你从小到大吃的蛮多的 这种欢迎修老师来 再看一下 我平常看父母亲还有厨师在做 他们都很流利 但是我自己尝试的话并没有那么简单 修老师点听一下 我觉得你第二次应该会比做第一次来的好 对 但有时候看得不好看 吃起来蛮好吃 要不尝一下 好呀 你妈妈给我还是给你家庭吗 我还是觉得吃烤鱼比较好 给我一张明片就得了 可以可以可以 到时候过来 尝尝看 来 您吃一下 三号 林逸 我刚刚给我妈妈吃了 我妈妈说味道蛮好的 是吧 因为我吃香菜吗 我没有吃 因为我看到都是香菜和葱 我不吃这些东西的 所以如果你们两个牵手的话 以后她做这个要注意 不能放什么 葱和 香菜 和香菜 对 大家都吃到这个柯仔精了 可是她喜欢的宠癌公主是哪一位呢 号码牌先给我 可以 你喜欢的是她 好 我们通过第一段短片 先来了解苏全新的生活 我觉得自己像是这个大世界的游客 总停不下脚步出发 时常想要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是一个寻找在路上的旅行家 我叫苏全新 来自一个面朝大海春软花开的城市 厦门 现在我父母在上海正经营着一家烤鱼店 儿时父亲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从小就让我自己出去传单 这能量是我的代名词 高中的时候我在晚上通过召集融资的方法 开了自己的书店 大学时候有幸竣选上的学生会会长 之后我便创立了创业社 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努力创业 大学几年的学费都是自己挣的 没有向父母要过一分钱 除此之外 旅行和摄影也可以说是我生活的全部 我也是一款APP软件的特约旅行家 我经常在游玩回来的时候写下游记 我不会告诉你 我们在前一个晚上刚决定好出发 后一个晚上背起包就走了 我也不会告诉你 在我手中拿着的是一张单程车票 还没来得及考虑该怎么返程 所以说很多时候 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出发的决定 你这些经历太棒了 跟我们就是这样看到的说话弱弱的你 完全不一样 你在大学就是争取到了学生会主席 对吧 那是学校里有很风云的人物 没有没有 但是因为很多女生喜欢你吧 还行 好 那就是了 然后大学的时候就在网上 就是召集开了一个书店是怎么回事 对 那个是高中的时候 高中 对 在我们那边老家 在网上写了说 如果大家有多余的资金就来借给我 所以最后是多少钱能开这样一个书店呢 最后是第一次是融的效果不好就一万块 最后第二次又融资了一次 融到了四万块 然后就把书店开起来了 我们那边地主比较便宜 现在这个书店还在吗 现在不在 是高中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大财小用 大财小用 对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吗 我觉得像国外的大学 特别喜欢像你这样子的一个学生 真的啊 你愿意去做出一些改变 而且你的周遭的人会因为你而相信改变 你高中的时候就开了书局 就融资 对不对 非常有创新的精神 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这个男孩 第一就是他的笑容对吧 我觉得特别迷人 我觉得一个笑容很能感染人的人 这个人就是我觉得挺好的 再说我觉得他背起背包就旅行 对 他是现在一个手机软件的这种旅行体验师 对啊 为什么手机软件不找我 我也愿意啊 手机软件们请注意了 怎么能不请小陈老师呢 注意一下 我也会写东西 我也会写 我们有一帮人都可以写 和小陈老师合作 对 然后呢 我们这边喜欢旅行的女孩子有吗 有的情趣是哦 好 大家都特别喜欢旅行 那么接下来就跟身边这位男生 好好地了解一下 好不好 30秒快用快打 大屏幕滚动起来 请 有请1号 3号 6号 请三位 男嘉宾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你平时在家也会做料理吗 呃 自己会做一些小菜 那你会不会建议女朋友不会做菜 这个我们可以一起去学习 没问题的 呃 您喜欢旅行吗 我喜欢 最想去哪里 哪里 下一站 想去北海盗 北海盗 好的 谢谢 你说话一直这么慢嘛 一直都改不过来 照会算不清啊 因为你不是开店的嘛 嗯 如果你算不清的话 你以后可以让你女朋友算 这个是可以 不过说话我觉得跟计算没问题 嗯 很好 呃 呃 您会做家务吗 我会扫地 扫地 然后 然后我还会洗碗 哦 啊 好 谢谢 杰冰 你好 嗯 你好 看你感觉就是性格是很温柔那种嘛 就像您说的这样 那还蛮好的 你好 请问您有没有早起的习惯呢 但上休日有可能会睡晚一点 那如果我早起的话 你以后 也会为我改变这个习惯吗 呃 如果我们在一起 你可以先早起帮我做个早餐 然后再叫我起床 哦 好的 谢谢 你说话一直这么慢啊 真的有好多朋友说过 但是 呃 一直都改不过来 呃 邱老师您说话 说话挺快的 我们那边好像说话都是这样 还要拉一个垫背的 反应道不慢 呃 邱老师您说话 我觉得是一个习惯性的表达吧 但是 呃 反过来讲 有些人讲话很快 但脑子跟不上 那不是也很糟吗 哦 哈哈哈哈 我也是 也是 讲话很快 然后呢 人家一说话呢 我就怕马上一个反弹 但有的时候这种反弹是错的 小陈老师 你对这位男孩的喜爱之心 已经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缺点为代价了 这真是真爱啊 那刚才我觉得他跟女孩这三十秒的交流表现不算特别好 比如说有一点我提一件啊 董承律说啊 下一站我想去北海道 你说好的 谢谢 你当时希望男生给你的反应是什么 如果说能够走下去的话 那我便宜一起去啊 再见 我觉得好的男人就是这样的 你说了一个愿望以后 他就会说好的 他意思说我知道了 以后我会兑现 而不是说啊 花言乔语说 好呀 我以后一定带你去 然后他不兑现 真的真的 原来说我可以这样的 就是可以的 我也觉得我 陈老师我建议你做到对面的位置 那你说如果我是二十岁我就跟他走了 真的 您上一集有讲过你希望删除二十岁 删除二十岁 删除二十岁 你剩下十岁了 不可以的 好 所以董承律也许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后 会忽然收到一张去往北海道的机票 也许他没有表达 但是可以用实际行动来做出来 好 我们一起来看第二段短片 我之前有过两段恋情 当然记忆最深刻的还是第一段就是初恋 他挺喜欢管我的 非常反对我和异性的正常交往 但是通常我们吵架了之后第二天一个电话一个短信 我们就和好了 但是最后大家都坚持不了吧 我们谈了两年多最后还是分掉了 流浪汉 轻老师你讲一遍流浪汉 流浪汉 比如说你在路上看到流浪汉 你可以给他 带他去吃饭 或者说给他一些财物 这些都是没问题的 我不会啊 我就是给他一点钱就好了 我为什么要带他去吃饭啊 对对对就是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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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以的 因为他就是那个流浪 在背包游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你 你带他去吃饭 然后你们走在来一起 那所以你是暗示我要请你吃饭吗 可以可以 那你买单吧 可以没问题 刚才你算你跟你朋友吵架 然后你一个电话一个短信就把它鸿好了 我不觉得你有这么厉害 我觉得你跟女孩说话都特别犯处 首先你一定要认错 首老师猛烈了点头 他一直认错 你说说看 你要是跟老婆吵架 你怎么认错 口头绝对先认错 但心里是不是认错 跟你怎么说呢 老婆对不起 我错了 刚才我小题大做了 我好爱你 原谅我一次 平身 谢谢娘娘 小心第一要认错 第二呢 根据她的兴趣爱好来 第二个步骤 我通常是发 明天带你去吃好吃的 好 第三步呢 没有第三步 就已经好了吗 对 这样的认错方式 能够让你们 立刻回心转意吗 觉得OK的 请举勾 好 除了三号四号 其他都是不能哄好的 你家边有点奇怪 认了错 你们还觉得放不过吗 你们要怎么样 才能放过呢 比如说你跟吴冲林 真的吵架 你怎么来哄他 你试试看 你好 我错了 明天带你去吃好吃的 好吗 你错什么了 你错在哪里了 对 你错哪了 这是问题 这是自爱 你这家问下去 不是谈恋爱了 是三娘教子了 那你错哪了 都要说一下吗 错哪儿 问题是两个人吵架 我们有一句俗话说 一个碗不响 两个碗才叮当 你也有不好的地方 不要老揪着别人说 要不然你们嫁不出去 没有 其实就是 有些时候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我有听说过 就是说 他可以随随便便就跟你说 我错了 我错了 真的是我错了 明天我带你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 以后没过多 同样他照样犯 只是他会做得更好的事 他会掩盖得更好 这是其实真不真诚的问题 对不对 其实还是你自己 有没有感觉到的问题 还是说他想糊弄过去的问题 对吧 刚才你不是说 喜欢温柔的女孩吗 对 对吧 五号李欣 我觉得她是我们全场 感觉最温柔的女孩 不信让她 我一个问题你听听 好 宝宝你饿不会 要不要带你去吃饭 傻掉吗 是傻掉吗 请问 傻掉吗 是被前面那两个字 宝宝给吓你 OK 那李欣这个女孩 跟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不要为难人家了 如果是一个男的 你看一个女的 对你说宝宝 你来怎么样 又不是儿子了 怎么可以对自己的男人说宝宝 不不不 现在就是这样的 真的 你对你老婆也是叫宝宝 不讨论个人问题 但是 现在那样 以前是不一样的 你老婆叫你宝宝吗 不 她叫孩子的爹 宝宝 你爹 好 两位老师 你觉得这个男孩 能适合什么样的女生呢 我觉得适合太多的女生 太多 对 因为我觉得男嘉宾是一个 先讲优点吧 是一个特别可靠的人 缺点的话 缺点就不要说了 我觉得没什么缺点 我的缺点 其实也不完全是缺点 我缺点是要激励她 我觉得她的梦想太小了 我觉得她梦想要远大一点 初老师说的这个缺点 也是为了突出她的优点 就是你有那么大的能力 为什么只有这么小小的梦想 让我先吃了烤鱼再说 要不然把烤鱼电关掉了 那我们去看这边女生 有没有眼光了 好不好 来 最终选择 丈母娘和女儿 请思考 请选择 十四盏灯都灭了 你还要追求 你的宠爱公主吗 外勤小资男 我每天喝的茶都是不一样的 光扯得起来 我觉得小资也是给小部分人享受的 性格测试 遭吐槽 我觉得话有可能多了吧 我们全场面下灯好了 完美型男 大揭秘 我还是喜欢她的 我觉得她长得好帅啊 巴黎后 阳光乐天男 高之帅 还有生意 自己做老板 前女友婚礼 影热议 我肯定就像她前女友一样 所有人都会像她好我一样看 留学型男 往这一站的一刹那 我就想到那个 敬请收看本周日晚八点 因为爱情 疯狂心跳 明星大逃亡 本周来到位于黄埔区的都市中心型 多功能购物中心 敌美购物广场 进行紧张刺激的地下狂奔 5 4 8 2 1 2014星上爱我生活 引领时尚文化 倡导品质生活 17点30分 旅行线 乐活好正点 19点档 美食线 人气美食 美食大王牌 今天谁买单 20点档 情感线 甲方乙方 因为爱情 21点档 生活线 今日印象 生活大不同 X诊所 22点档 时尚线 左右时尚 对话优雅 爱你爱美丽 星上之夜 时尚制造者 24点档 文化线 今晚文化系列节目 星上纪录片 2014星上 爱我生活 星摩登 2014迎大奖 特别活动 晒晒我的衣柜 登陆星摩登网 或星摩登 移动终端 晒出你的衣柜图片 与时尚达人 一起互动 去节目现场 美丽变身 迎特别大奖 做星上超模 2014迎大奖 特别活动 晒晒我的衣柜 星摩登 时尚我左右 健康长寿 合出来 中午房升级 一日三饮 营养三倍 比茶水咖啡还要好吗 还要好 一日健康三饮 让你意想不动 经典的舞区 绝对的谣言 上当上了好多年 自制原品 剩前营养 讲究多 厨余残障 并非违法 四季 您的味蕾 三米糕的豹 四米糕 三米糕后周日晚九点 星上 X诊所 与您不见不散 不追求我打算在旅行当中 找一名真正适合的 真正适合我的女生 明白 这个旅行其实就是人生的旅行 可能发生在人生的任何一个偶遇当中 对对不对 好 我不忍心她这样单独地走 所以我要上去陪她走 我陪你的事 你们两个牛腊 你还一起走吗 我觉得我要带她回南方去 南方的女孩可能更适合你 走吧 牛腊 我觉得我今天的表现还可以 虽然现场的女嘉宾没有为我留灯 但是两位老师呢 给了我很中肯的建议 那么我觉得我会需取这个建议 根据这个梦想去奋斗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要感谢市集大员网站 还有真爱网站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因为爱情 选择你的人生故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